黃安慈 你兒子結婚買不到房子 不好意思 你醫生 做到醫生都買不起房子 不好意思 你老闆 搞到你下班要睡店 不好意思 小子, 你大了之後 一樣買不到房子 不好意思 我們以前和現在 一直都幫不了你置業 香港政府 我說的都覺得不好意思